当地时间1月9日,韩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未来将禁止与食用狗肉相关的活动 终结了这项具有数百年历史,具有争议的饮食文化 韩国国会通过了通过的这项法案 规定禁止韩国国民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 增殖、宰杀、流通、贩卖全资和狗肉加工食品的行为 这项草案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的宰杀全资 将被处以三年有期徒刑或三千万韩元法金 另外,饲养增殖、流通将被处以两年有期徒刑或两千万韩元法金 该处罚条款将有三年的过渡期,从2027年开始全面生效 据了解韩国农业部估计,截至2022年4月 约有1100个农场饲养了57万只狗 供应给约1600家餐馆 农民协会代表表示 这项禁令将影响养殖于150万只狗的3500个农场 以及3000家餐馆 韩国此前禁止销售狗肉的努力 由于相关行业的抗议而失败 现在这项法案旨在提供赔偿 以让相关行业能够退出这项生意 翻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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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!